Hello大家好,我是原来的我的好地产经纪Lily 我刚才录了一个视频是说 为什么新移民朋友不适合刚来卧台华 就买Mannotique的房子 那肯定就会有很多朋友说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适合买Mannotique的房子呢 以下三种人就非常适合搬到Mannotique 第一,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属于半空潮或者全空潮的状态 辛辛苦苦忙碌的一辈子 想享受一些这个田园的安静的生活 他就非常适合搬到Mannotique来 因为这边社区的这个自然环境真的是太优美了 其次第二点 其实也适合新移民朋友 只是适合某一种类型的新移民朋友 那种看破红尘 千番过往 只想要来卧台华 过那种非常平静的 不被人打扰的生活 那这样的朋友 其实也很适合搬到Mannotique去住的 那第三种人群 比较适合本地的朋友 Upsizing 升级自己的住房条件 过去这一年 我们团队帮助了很多朋友 卖掉了Borhaven的房子 或者Riversites的房子 搬到了Mannotique来 其实他们换房的原因 基本上都相同 父母的移民也下来了 加上家里的两个孩子 是六个大人 即便住在一个三千尺的独立屋里 还是觉得略微有一点挤 加上孩子慢慢长大了 想要有更大的户外活动空间 以及家里的老年人 可能想更好地利用下 这个土地 种种菜什么的 而这种情况下 就很适合搬到Mannotique来 你在以上的列表中吗 关注莉莉湖 买房买房 从此都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咯